认真的玩这些所谓的文字生成普遍 您一般在这个外面的新闻或是 网络上最常看到的应该叫做Mature 这个 但是呢,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开放了 免费使用,你就是一定要先订阅 他没有办法免费开放,那第二个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 大部分都是用参数式的 那这个对一般我们比较视觉化呢 人在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感觉就是比较卡卡 因为你要去记这些参数,这是什么用意呀 那所以说 我们大部分会选择其他的,如果以免费的来讲 但是不可否认 Mature它所产生的应该是现在所有的里面算是最好 就那个影像的品质 那没关系 那下面呢,你看下面还有什么 这个就是Stable Division,就是一个开源的 这个也有很多人用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在我后面看一下 范侠们好 最近电脑绘图正夯 我也花了钱 往后 我们后面还有 跟大家介绍几个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在简报的第 12页 12,13,14 这些都是 以12页来讲 这个是最近 比较热门的 就是微软的病 我们讲过刚刚微软的病是不是用 就是AI的部分 可是它也有生成的部分 所以呢,如果老师您有那个 微软的账号 或者你用Google账号在注册里面 你都可以 那你每一天 预设的话,应该是有 15张 应该是有15张的额度 但是如果 是 就是 比较常用它 像以我的账号来讲 我一天就可以有100张 就像每天会 就是在 Refresh 所以 这个 它的好处是 它 支援中文 支援中文 那这个对很多 老师女我 你想要先试看看的 至少可以先 秉除那些比较英文 就是那些名词的部分 就可以先用这个来做 好 我们请大家先从 这个简报的12页 您可以打开这个 Beat Image Creator官方网站 你可以先从这边打开它 好,有没有都是中文的界面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那 你进到这边之后呢 在下面这里 就是输入它的提示 因为你现在没有登录账号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你按下 加入并创作的时候 它就要求你登录 未来的账号 所以老师一般来讲 你们应该都有那个 Office 365账号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它 直接登录就好了 所以我们来试看看 比如说 老师应该知道 我们今天本来应该在家休息的 很久以前 小时候这一天都有放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请他 来说 这个 10月 10月25日 台湾光复节 加入并创作 有没有要求你登录了 好,那我们就登录一下 登录 这样他就把你生成 那整个过程就是都是中文的 而且 因为他最近比较好 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在中文的描述上 他的正确率算蛮高的 跟其他的比起来 那么 您如果用过的 在右手边 他会列出你最近 就是用过的 这些内容 好,你看 还不错 都有 我们青天白日 有没有 我跟你讲 如果是10月10号 你看我下面 我有10月10号的 但是刚开始他很容易 帮我们 着补薪食 这个就 反正这个 前测到来就很难讲 反正 就是你要指定的很清楚 有没有,你看我在这边的关键字就是 中华民国台湾10月10日国庆日,男生女生穿情侣状 在总统府前广找,但是他都会帮我找 新海城风格有看到吗 对不对,你可以在后面指定风格 我们刚刚在CAMMA不是可以指定风格 这里好像没有 你就直接跟他讲 还是你要匹克斯风格 通通都可以 像这样 他就会把你记录起来 这样是不是就OK了 然后你看 这个 是台中公园 我给他一个这样的关键字 他就帮我把台中的无心庭 的概念是不是就放进来了 虽然不是真的台中公园 但是是有这样的概念 这样OK 好,所以呢,您可以 尝试一下,那像这一种的 有没有,排列很整齐的 这种东西 就是会有些人会去研究一下说 这个语法要怎么讲 我要他这样排列要怎么讲 所以您看一下 在我简报的右手边 这个 你如果要像刚刚这个台湾风格的 在下面这里我有 有那个英文的提示 这就是匹克斯风格的 然后呢,请他帮我 像这样去做排列 好,把这个 在这边 好,你看喔 像这里 我把它悬起来 在 拿到这边 贴上去 好,当然你用中文是可以啦 也可以,但是呢 他 用英文的 你看 提克斯风格的 笨话 然后呢 请他帮我写出一个字喔 各位 我们的病 一个很特殊的 就是他可以写字写出 那 当然目前他 要他 要他写中文 比较困难 可是写英文没有用 所以你看写一个台湾 然后呢 后面 是不是就有一些描述 好,你就可以描述 我要用一个地图的方式 去显示一些台湾的一些内容 像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生成 那你现在可以建立的那个图片的数量 就是在后面这里 像我现在还可以用七十八招 好,七十八招 我就按建立 他一样每次都帮你产生四招 这样子 如果老师都没有想法的 你就可以用 右手边这个 有没有,给我清醒 他就试着帮你做看看 来你看 有没有台湾的字写上去了 对了 这在以前的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 对不对 只能请别人设计 还要要求他 我们要怎么做 但是这要做出来 你见得符合你的需求 可是你看我没有AI做 有没有很快 对啊 那你洗完就把它点下去 他的图 预设就是 四四方方的 然后呢 1024乘1024 老师应该知道,如果旁边还要再延伸出来,该怎么做 找Kemba 对不对,魔法展开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跟老师讲 不要有了Kemba就没朋友 找这个朋友 因为他其实做出来的 比Kemba精致很多 好,所以我们找那个比较强的 我再利用 Kemba再帮我们做延伸 这样子你做出来的图片又可以更完整 所以 这样OK 真的喔,要会找朋友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的朋友看 那下面这个 简报14页这个 这也是最近 网络上比较常看到人家深层图片的 也就是说他把两张图结合在一起 好,您可以看到像我们 右手边这个 右手边这个 我就用这个姿势 然后叫他 生成这个 以这样的姿势 这个图就会变成这样 那左手边这个你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好,我把两张图结合在一起 刚刚我们是纯粹是只有用毛 是不是用文字的形容 可是有些我们常讲 文字哪里形容 那我就给你用图 我就把图给你 请你帮我做成跟这个一样 但是 希望他 像这样,中秋快乐我们就把他 隐藏在里面 你可以 很明显的做 也可以 就是比较隐晦 所以有些人他比如说仰头一望 有一个台湾的地图 想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这很多就是透过像这样AI之间生成 那 那以这种图来讲的话 我们会建议大家你用第一个是最容易做的 后面这两个 也可以做到 但是比较麻烦 但是如果你想做类似这样的图 你就可以用上面这个去做 这样OK吗 这个我就不要讲太多 如果老师有兴趣的 您可以稍微再去 就是这个网站上稍微看一下 所以 我们在这边让大家先 体会一下 其实如果您要 深层图片控制的比较好 最简单的 你要先了解一下他的结构分析 有没有像我们学英文不是有叫英式分析 数学也有 比如说你跟他讲你要的人事实地物 你的空间 你的 年代 你告诉他 再来你要什么风格 再来你要什么角度 我从正面的侧面的上次服 对不对 这些角度那有没有什么特征 要不要全身的 还是特写的 你这些啊其实 老实讲我们在用 AI深层图片的时候你会发现 真的 你要对那个领域有什么了解 所以还是回归到什么 这是我们108克刚的素养 为什么 比如说近 我们在 如果老师有玩过那个照相机 是不是里面有很多专用因子 ISOS 对那个就曝光 然后我的什么 这个 那个 其他的比如说光圈 类似像这样你都要了解 如果你了解越多 你跟他讲的越专业 是不是跟我们确论区一样 越专业他就用越专业的方式回答 那你做出来的东西就越细 可是如果你都完全不知道 我每次都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好歉喔 可爱的小狗有分很多种可爱的方式 对不对 狗要有分很多品种 那你在什么场合 在什么样的情境 白天晚上在家里 在户外 是不是都不要 你给他越明确的 然后越专业的这个指示 他就会给你生成越专业的内容 这样了解了 所以这个其实老师可以做参考 那我们在后面 当然你也可以用AI 请他帮你生成 对不对 好 那尤其是 如果我们用的是中文的话 他的正确度会相对比较低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英文的 可是转换的英文最好 还是 因为 有些时候他都用识语 识语的时候 常常跟真正的那个专有名词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去 就是 保留一些那种专有名词的 就是那个英文原文 因为 有时候 你用翻译的就是没有达到那个要求 所以这个是 先让大家体验一下 那如果呢 老师有兴趣的啊 我们在简报的第 第15页 您可以找一些 就是参考 第一个 当然找书是一个方式 目前 因为这个 我们之前在这个工作室有没有写书 那最近这个邓老师也有写 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 您可以做参考 这是书的部分 再来 我们可不可以看别人的作品 可以对不对 就看 好像看别人的文章 好像看别人的文章一样 所以 你看 像 刚刚的病本身也有 我们先看病本身的 我们看一下病的 病呢 我们刚刚是直接就生成 可是呢 你回到他的这个影像建立工具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进入的是在创作这个地方 可是旁边有没有叫探索构想 他里面的就列出 别人的 做的一些内容 有没有 那你看滑鼠滑过去 有没有那个提示识 你就可以用这些提示识 来生成 比如说我要做种感觉的 我就去参考那些提示识 如果不懂 我们就把它翻译了 先翻译 那你了解了 然后这个字 你就会用 这样OK 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呢 你看我们在这里 刚刚讲到的 简报第 15页 15页 像OpenR AI 这个也是 他都帮你做好 分门别类 所以你进来之后 你可以用Google翻译翻译一下 这里 翻译这个网页 然后您看在这边 有没有很多类型 那你就看你要哪一种的 点进去 它里面就有很多用那个方式 产生的 这些图 你去参考人家的那个 提示识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进步 OK 这个是让大家 先理解一下 您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了 好